很多老司机能通过汽车内饰或者外观 就能轻松认出一台车的车型 不仅如此 根据汽车上的一些标识 还能判断车型系列具体的配置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很多汽车制造厂商 都喜欢把自己车的发动机配置 简单的标注在车尾部 通过这些简易的标识 可以让人一目了然车型的配置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标识的含义 教大家怎么样轻松辨认车型 成为一名老司机 TSI指的是双增压 就是将涡轮增压和机械增压结合在一起 大众大部分车型都有这个标识 TSI的汽车具有燃油经济效率高 功率有巨大的优点 不过根据了解 国上的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的TSI车型 是没有机械增压和燃油分层喷射的 只保留了涡轮增压和缸内直喷 TFSI T表示涡轮 FSI代表燃油分层喷射 和大众TSI差不多 奥迪的大部分车型会有TFSI的标识 Heybird 根据字面意思就可以知道 这是混合动力车型的称呼 混动车型一般简称为 HEV Heybird Electric Vehicle的缩写 但是部分车型会在车上 Heybird的标识 4WD AWD Tato XDrive 4M ATIC 这些都是四驱的标识 不过不同的车型都使用了不同的称呼 4WD 指的是四驱系统 不过四驱系统又细化分为 分时四驱和全时四驱 AWD 指的是全轮驱动 也可以叫做全时四驱 因为所有的AWD 都是全时四驱驱动 和普通的四驱系统相比 它在世华路面和轻微越野路面 可以提供更好的迁移力 Tato 是奥迪的全时四驱系统 有时候也会用一个壁虎的标识代替 XDrive 4M ATIC 分别是宝马和奔驰旗下的全时驱动的叫法 6WD 7WD 3WD 4WD 4WD